作者,烟花惹笑,眼波,一刀苏苏,一种侃侃,透气之作,千雪。 第1677集 我没事,休息一下便可。 元老将军摇摇头,闭上双眸,他也不知道奉酒儿在菊花茶里还放了什么,却因为信任多喝了好几杯。 此刻,他除了发冷,冒汗,身体并不难受,虚弱也是装出来的。 他看到凤瑞满意的嘴脸,确定菊花茶救了自己。 你们也去休息一会儿吧,咱们接下来还有一场硬战,必须养精虚锐。 一左一右站在床边的两名侍卫,微愣了一下,同时拱手。 是,元老将军。 侍卫各自找来长椅落座,相房里安静的落针可闻。 另一边相房里,小樱桃坐在椅子上,晃动着双脚。 九儿,你给元老将军的菊花茶里放的解药,分量究竟够不够啊? 他的话,得不到任何人的回应,他只能抬眸往里面看。 相房里,凤九儿行子粥和剑衣,围着一张圆桌商量许久。 小樱桃只是一个守门人。 九儿,你觉得这条路线如何? 嗯,暂时来说,这是最合适的路线。 按照计划,兄弟们今夜子时开始进攻,咱们要抓紧时间了。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 行子粥和尚桌面上地图,凤九儿汉手。 我去找元老将军,说说情况,你时刻留意我们的信号就好。 相房的门被敲了六下,三重三轻。 小樱桃早就听见脚步声,跳起过去,站在门后。 敲门暗号对上,他便打开房门。 一位小丝打扮的男子走了进来,小樱桃将房门关上。 小丝来到凤九儿跟前,拱了拱手。 凤九儿小姐,元家小少爷跟着元家的人离开了。 是元老将军亲自送出去的,应该没错。 好,继续出去监视。 是。 男子拱手转身离开,行子粥进门收拾了一下,也离开厢房。 最后,房间里留下了小樱桃和一桌好吃的。 剑衣稍微做了一点手脚,便引开守卫注意。 凤九儿顺利从窗户进入元老将军的厢房。 他动静很轻盈,就连守在床榻左右的侍卫都没有察觉。 一阵清风带着微香扶过,两位坐在长椅上的侍卫都倒下,闭上双眸。 凤九儿快速过去,在元老将军刚睁开眸时,点他身上几个穴位。 元老将军,是我,菊花茶。 凤九儿手里捏着一个药丸,老将军张嘴含上药丸,想都没想咽了下去。 凤九儿坐在床边,抬起他的手,开始给他把脉。 幸好,我赌对了。 老将军,你感觉如何? 我没事。 元老将军撑着掌坐了起来,凤九儿站起让出位置,他后退一步,恭敬地拱了拱手。 元老将军,您辛苦了。 要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元老将军大可以一开始就交出兵符,如此一来,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老将军微微含笑,摇了摇头。 郡主,能见到你本人真好。 元老将军过奖了。 时间紧迫,有什么事情,咱们等逃离此地,再详谈吧。 逃? 元老将军皱了皱眉,看向不远处昏睡的两人。 凤九儿回头看了一眼,放心,他们在一炷香之后便能醒来。 请元老将军原谅我擅作主张,此时关系到不少兄弟的性命,我只想和您谈。 郡主申谋远律实在不易啊,请坐,坐下说话。 好,凤九儿随手拉过椅子落座。 元老将军,元家小少爷,您是打算送往陈家村吗? 嗯。 突然他站起,跪下。 元老将军,您这是要做什么? 凤九儿立即过去,搀扶着他手臂。 郡主,我有抚叶王爷的期望,本不能提什么要求,可我还是想求求你们一件事。 起来再说,凤九儿用力扶起他,让他坐回到床上。 老将军又要挣脱他的双手,凤九儿直接放开他,转身回到自己椅子旁,坐下。 有事坐下说,我不能在这儿逗留太久了。 抱歉。 刚想下跪的元老将军乖乖坐回到床上。 兵符就在陈家村,我给汐儿留下了一个盒子,盒子下方有个暗格,兵符就藏在里面。 这事只有我和带走汐儿的侍卫知道,就连陈老太爷都不太清楚。 是打算将兵符交给叶王爷或者郡主您的。 兵符还没有交出,您是怎么让凤瑞放走元小少爷的? 我从未打算交出兵符,但是汐儿的命不能不及我。 一命换一命? 说吧,元老将军想求我什么事。 收养汐儿,可以吗? 元老将军直起腰板,定眼看着凤秋儿。 我说了,待您离开,绝对不会食言。 孙子和爷爷亲,还是您带着何事? 凤瑞并不容易对付,而且他们人多失重,我不想群主为我冒险。 这是我们的决定,您老无须多虑,我们的计划是,今夜亥时准时离开。 凤瑞那边,怎么说? 元老将军一顺不顺地看着凤秋儿,说不出话来。 您甘愿为我爹爹付出性命,我怎么能弃你于危险不顾呢? 元老将军想了想,点点头。 凤瑞只答应给我半日时间,我猜她不会等到入夜便会过来跟我要兵符。 既如此,我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只是,军主,必要保重自己性命。 如果用郡主的命来换我的命,我活着没有太大意义了。 放心吧,我的命承载太多,我不会轻易让自己有事的。 至于凤瑞那边,一两个时辰,我还是有办法的。 凤秋儿来到床边,手里又多了一只小瓶子。 片刻之后,打开的窗叶轻轻晃动几下,厢房里又恢复了平静。